咱们走一走,乡间的小道 这只能是小的马车、电瓶车才能走的路 这是芦苇 这是收购的包米 这边是野草 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在潭湘立湾小区和山水家园小区之间 还有这么一大块土地,没有开发 估计是不是早就卖出去了 一直没有开发,咱搞不清楚 这边有些林木 这是白蜡 白羊 这里曾经是小猴家的土地 小猴家 世世代代在这里耕种 现在由于没有建设 很多农民 或者是业主 又在这里 又重新耕种了 像有些地方就一直没有人住 像这个地方 就荒着这儿了 荒得很厉害 林木 小树成林啊 这已经我估计有个五六年了吧 这树 这过去的啊 过去的啊 都是当年农村啊 基本建设的时候修的渠 水渠啊 都被这种杂草淹没了 像这个地 这个肯定是很多年没有耕种了啊 都是这种 杂草啊 这个草呢 我觉得可以啊 你看有割的啊 割到一些 可以当材烧啊 已经收获过了啊 跟踪完的土地 已经很好了 这边有啊 我看这边有一个电瓶车 有个大爷 大爷好啊 您好 在这忙啥呢 啊 啊 这是你家的是吧 是你家种的吧 不是你家种的啊 弄的树枝是吧 哈哈哈哈 啊 旁人种的 他这个 这些东西可以烧吧 这些 这些杆可以烧啊 现在家里烧什么样 现在家里 您是小猴家的吗 是哪的 小猴家的 那个老潘 潘大爷 也在这种地啊 那个 姓潘的那个大 那个 潘的鱼啊 对对对 他在北面 他在北面 我今天那时候 夏天的时候 他爱光的脊梁 哈哈 喜欢光的 他很能干的 也是他 还帮我们一个邻居 还种过地呢 银太后面的地 他还帮着种呢 哈哈 他很能干 你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小五啊 八十 年后就八十六了 八十六了都 哦 现在八十六了 到年八十六 到年就八十六了 到年就八十六了 现在八十五 八十五啊 拿个斧子 还得砍点菜烧 哈哈哈 这就是回去烧是吧 回去烧的这些 哦 这现在怎么样 有没有土地啊 现在 没有土地 再没土地了 那你那怎么生活呢 靠什么 以前都是你们的地 是吧 那现在你没重点吗 没有了 一点地都没有了 它没有开发 它一直没开发呀 没开发呀 地方也不开 哦 不开发呀 那你们没有钱 你们怎么生活呢 靠什么 孩子给你们钱花吗 花你管家一个月一年呢 一年给多少钱 一年就给八百块 一年就给八百块钱 再没别的钱吗 再没有 您把这老年不是有钱吗 国家不是给 老年呢 有一份 那个养老保险的 还是买的呢 买的给多少钱呢 一年 一年呢 一千多块钱 一年一千多 一年一千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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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那这样的生活很紧张啊 哎呀 你生活不大提 哦 你这吃的这个粮这么贵 你还不够 吃的粮 嗯 粮还不够 粮还不够吃 哎 你看这就只自己 只自己 开点框子 开点框子弄点 那子女不给你赞助点吗 子女 子女啊 给不给你给点钱花 子女是一样的 就家的能打工整两个 啊 子女打工这两个 哎 哦 真是那个日子现在还是不是很 不是很好啊 日子现在过的 哎 嗯 你家主要种什么东西啊 我呀 我老了 我们也不能等我 你也不 你再不种地了 不种地了 也没有地 也没有地了 那菜地 种点什么菜 菜地还种点 种点菜啊 种点什么菜都是 种点什么菜都有 种点地方自己好去 自己吃 那卖不卖呢 集市场卖不卖去 就算是不卖 你再不卖了 哎 也卖不动 不能卖 自己吃就行了啊 哦 就是这个现在现在冬天了 挺冷的 坐在这个坡的地方 还暖和点 晒晒太阳啊 老年人都喜欢晒太阳 哈哈 这冬天的家里好烧的 好烧哦 就就烧这个东西吗 还没别的 还烧什么 好 就像这个包米杆也能烧吧 也烧是吧 烧炕是吧 家里还暖和吧 家里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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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少 再不行买点煤 买点煤 那煤的话 那肯挺贵的吧 现在煤都涨价了 煤今天干嘛是 大概八九百块钱一点 一吨八九百 你买了没有家里 我买了 买了点是吧 没经烧 像这柴火不经烧啊 这个好做饭 好做饭用的 没有冷天 生楼子用 生楼子用 家里就您刺激 还是您和老伴 还有老伴 还有老伴是吧 也高是老伴高瘦了 多大年纪 他比我很大一岁 大一岁 他八十七了 哈哈哈 那你们都 这地方生活人还都长寿啊 都很好 你看都快九十岁的人了 身体还这么健康 不带提起来就买了饭啊 他还劳动吗 儿子打工 你家夫人干不干活 老伴 你老伴 老伴 老了 你没人干活 也不干了 家里做饭给你做吧 他给你做饭 你外面弄菜 你砍菜 他做饭 这些地都是你们村里人种的吗 对 他们开的 很大部分是攀个野猪鬼吃的 就是那个姓潘的大哥 他弄的是吧 他能干 他能开荒 他很能 他能干啊 他能干活啊 他可能干 一天呢 一年三百六十一 他没有一天 他写的 他写不了 哈哈哈 对 他都没看见他那个东西 不见他收获 光喜欢干活 哈哈哈 光干嘛 我看一下 你看你穿的那个 老解放鞋 过去咱们穿的解放鞋 哈哈哈 这个金川 穿鞋子最好啊 最好最好 最好 我们小时候都穿解放鞋 哈哈哈 谢谢大爷 你看这蝎子啊 好 谢谢你了啊 好了 看看这块地啊 这是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啊 种点地啊 什么洼的 这果子都是人家种的吧 果树啊 果树做啥 你自己种的 你自己种的 我没种 是你们村里 村里人呢 是什么果啊 都是 无化果 都是无化果 都死了 死了 冻死了 差不多都死了 还有活的有几活 活也不是个情况 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特别冷 好多素给冻死了 前年 前年 病是得一种病 小病 得病了哦 原来过不上那什么收拾啊 再看看 老大爷还行啊 自己还开了一个小电瓶车 有电瓶车还得方便 蹦蹦蹦蹦蹦 哪种地上哪种野菜能吃啊 你知道 哪种野菜呀 野菜差不多都能吃 野菜都能吃 像这些能吃吗 这些菜 这个不能吃 这个不能吃 哪些能吃呢 你给我找找看看 还没有 这里还没有啊 哦 像这野菜你们吃不吃 你们吃不吃的野菜 也吃是吧 也来挖野菜啊 你老人家注意点啊 这个地方有点 吃一片 我那儿暖和了 哦 暖和菜有是吧 哦 也挖北野菜吃 哈哈哈 老人家真能干 这是 这是树干没有用了 给它砍掉 哦 砍掉树枝 对 这里是无花果 有的都不行了啊 说得了什么 病虫害了 无花果 都断了 这个无花果啊 老枝不行了 新枝又冒起来了 像这些啊 都被锯掉了啊 可能是树干死了 得了病死了 这个还可以 这个也不行了 看都是虫眼 这些都不行啊 啊 这里 有一堆一堆的 啊 祭菜 能吃的 啊 往北边走走啊 这块空地呢 这块地方呢 还有 这一堂水啊 这还有一匙水吧 这个水我估计也是来自于长龙山啊 长龙山下面啊 通过地下水 然后过来 它的水源是这样子的 看旁边呢 也是种的啊 一些蔬菜应该是 这边种的蔬菜都被这个包杆 给挡啊 给遮起来了 主要是为了防冻 这边是啊 寒香泥湾的高层和多层的结合布 啊 快到北端了啊 这边有人种的啊 整齐的石南 这苗木 利用起来就好啊 这边的泥木 已经啊 比较大了 我感觉这块地方啊 比我们台湘立湾啊 也好还是比这个 东边的山水家园也好 都大多了啊 这块地方 如果开发出来的话 也是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